嘉宾这种对待丈夫的方式您能接受吗 接受不了 老丈母娘老丈人在您家住 你能接受吗 这可以啊 这没问题 那如果真的就是老丈母娘和老丈人 事很多 经常挑剔你 那我就租一趟房子出去就可以啊 也就是说你会就这个事 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对 对 我首先有一点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指向团聚 唯有父母的爱是指向分离 所以就是说中国式的父母 都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将来一定要体面地 退出子女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现在女嘉宾所做的 到咱们爱的选择 就是体面地退出孩子的生活 我觉得你现在做的 就是比你父母要做的要更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离婚这个词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尤其是夫妻之间千万不要讲 为什么 你一提出离婚的话 对于指向的对方来讲 他就认为你不认可我 你觉得我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一钱不值的 所以他首先自尊心 会得到一个极大的伤害 我一定要离开你 我找那个 可以我在他面前值钱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讲这句话 其实我现在很后悔 婚姻不是儿戏 如果有问题应该好好去解决 而不是应该用离婚的方式去解决 江山难改 比性难以 再遇到这个问题他还会这么做 他习惯 不为失败找理由 只为成功找方法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这样 就是天下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去最平衡的方法 就能把它解决 做事不要太冲动 外事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互相商讨了 是不是